这里是广州白云区和花都区交界的地方 所以这里就有提示语 欢迎再来白云 那这里就属于花都区了 这里是106国道 前面就有个花都两个字 然后有这种造型 看起来挺好看的 花都区以前是叫花县 黄秀全的老家就在花都区吧 这里就是团结村 往前面一直往东的话 就是可以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蓝外面的 也就是可以到达著名的团结村土堆 著名的开机点 前面有个很高的灯塔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干嘛的 有点像白云机场的寒帐楼那个塔台 下面还有打了广告 马路王自行车 这个文字广告打的那上面要花多少钱 这边上还有个加油站 中国石化 这个不知道是谁 它还是什么东西 知道朋友可以说一下 这应该是一家隔离酒店吧 这也是了隔离场所 外来人员 禁止靠近 怎么的 那我这里用东西围桥了 精益大酒店 四星期的呀 这有个花山华侨中学 那说明这附近也有很多华侨啊 这附近是一些华侨华人的老家啊 从这里可以看到白云机场那个雷达塔吧 那个圆圆的山上面有个圆球一样东西 这上面写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 前面的话有很多房子在搞拆迁了 前面就是高速公路 这里离机场越来越近了 然后这边的话要拆迁了 因为白云机场 果然这里有一个拆迁办吧 广州机场三期 然后在墙上面写了拆字 拆 这两边房子很多都要拆掉了 以后这里就是属于白云机场的里面了 原来这里在建一栋建筑是维修飞机的 也就是飞机修理厂吧 正在建设中 这个飞机修理厂还挺大的嘛 我记得在白云机场的东北角 有一家飞机修理厂 然后这边的话也要建一个飞机修理厂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啊 嗯 好 好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距离白云机场越来越近了 这个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 交过一分钟不到就要降落了 现在飞机是由北往南降落的 这架飞机准备降落到最西边那条跑道 也就是0119那个跑道 这边上都在施工中有很多大火车 灰尘满天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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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